大家好 我是望远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台中卧湖苍龙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我们台中麻叶餐饮集团创办人 知行长魏信怡 你好Sandy 谢谢 韦东哥好 大家好 对 Sandy是我看过那个副业里边 最有诚意的笑容 笑容 真的很好 我们笑容是假假的 我是发自内心的 对 你一定要笑多久 就很自然 就是这是很自然的语言 跟呼吸一样自然 真的 对 他这个笑容真是不得了 我已经认识那么多年了 那你的笑容实在是 我觉得服务业最有诚意笑容 还有人称我们这个 魏信怡是这个 台湾餐饮业的台湾阿信 因为你的故事很传奇 今天如果各位不认识 我们这Sandy的话 这魏信怡的话 听听我们魏巍到来 他的这个整个创业的过程 包括他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 国际型的餐厅 飞花落月 就是他们夫妻一起创作 是 不得了 然后你就觉得 哦 这个真是台湾阿信 厉害 有没有人这样叫你 有这个感觉 但是我没有听过 就是人家直接跟 当着我的面这样说 对 就觉得我就很 就是吃苦耐劳这样 反正就是 闷着头就一直做 不是真的厉害 就很自然 排中生卧虎苍龙 你是 你是26岁创业 10岁到24岁创业 我26岁结婚 26岁结婚 14到26岁就创业 24岁创业 26岁结婚 26岁结婚 对 飞花落月就是 现在也是你结婚之后 20多年 对 飞花落月是我们开始创业之后 到现在是20几年快30年 真是厉害 就一直一直做餐厅就是这样 就是会一直想要再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对 对 我们开始来讲阿兴的故事 你小时候家是住台中哪里 我住在枫园 那我们家是在卖牛肉面 卖牛肉面 对 可是台湾人不吃牛肉面啊 那时候应该我不知道 那是我爸妈他们就很早就开始做 牛人都是以前外省老兵啊 因为台湾人务农不太吃牛肉面 对 对 你们在台中部分就卖牛肉面 在枫园就卖牛肉面 那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是在救国团教烹饪 所以他就是一边教烹饪 然后空余的时间 他就来做牛肉面这样 跟我爸爸 这样子 你就是跟餐饮界开始这样结合的 对 可是你很小的时候就想开一个最漂亮的餐厅 对不对 我在我当学徒的时候 就是我离开家里到餐厅去当学徒 当学徒的时候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啊 就是三十几年前 那个师傅是不愿意教你的 所以你就偷偷学嘛 你学什么学做菜吗 学切水果啊 学煮咖啡啊 你开始做学徒是在哪样的餐厅里面 也是很大的庭院餐厅 在那个时候台中有很多很大型的庭院餐厅 台中什么都大 对 那个餐厅就叫练练风尘 就是那个年代 OKOK 对 就做学徒的时候 对 你们小时候做牛肉面 你妈还听说做保鲜衣 家庭骑工厂 就那个时候 对啊 然后你那么小个子 然后你就要骑脚踏车 然后带你妈的那个什么做毛线 我妈妈就骑那个摩托车 就载着超过一个人高的毛线 然后送去每个那个加工 加工的人家里去加工 各位可以想那个阿兴的故事 那个台湾阿兴参加阿兴的故事 就开始画面了 这样子 因为你个子很小 对 我跟我妈妈一样 你一百五十几 号称一五零 号称 就张青芳谁高还是你高 可能他高一点 高一点 他好可爱 可是你这是小巨人 你比例很好 那笑容又很甜美 所以都不要叫我站起来 我坐着就好了 看不出来那么小 真的棒 各位在台中的飞花落友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 不是定不到位的就去过 甚至还是很多都是回头客 做得非常成功 不过你的创业精神很厉害 你说你做学徒的时候 你就开始在餐厅做学徒 那时势必很小就立志要做餐饮 对那时候因为师傅就不肯教 那我就觉得我就很想要学会 就我出来工作就不能什么都不会 离开家原因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不承接妈妈的牛肉面 就不想要在家里做 都是这样 当时我就想说我们家在卖牛肉面 我以后绝对不走餐饮业 就讲太早了 对那本来你想做什么 本来那时候不知道 我就是不要做餐厅 因为餐厅太忙了 太累了 对然后每天那时候在读书 只要是假日 然后放学回家 我一定都在家里 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出去玩 餐厅的孩子都是如此 对我们家小时候也开过餐厅 我也知道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觉得我打死我都不做餐厅 那后来打工就在做学徒 为什么要去餐厅呢 那时候是因为我先去毕了业之后 我想说我去学一个调酒 你是哪里毕业 我高中毕业在大甲高中 毕业之后我就去学了调酒 那学调酒的时候 老师大概觉得 我表现得很积极又不错 就帮我介绍工作去当学徒 你学徒的时候认识你老公 对 几岁的时候 十七岁 那时候他已经是做设计 那时候他已经 他的人生比我更丰富很多 所以他已经是 在我们那个吧台里面 他已经是师父了 什么师父 就是已经可以读当一面的师父 哪种师父 是做设计还是 就是煮咖啡调酒的 他也是做服务业 对 可是他对美学有观念 因为飞花落叶是他这样子 自己跟别人一起设计 所以他不是本科系 他也没有读过这一方面 然后他就自己 后来当兵回来之后 才去钻研 两个都是服务师 他是在吧台 你是做学徒 对 他就追你 都有啦 什么叫都有啊 就可能看对眼了嘛 真的啊 大概吧 那么久了 见过一次 在歌剧院好像见过一次 对对对 很斯文 很斯文的样子 没有他看起来蛮像这个 为氏的 不是 你们两个后来就决定 开始要创业 是结婚之后还是没有 结婚之前 那个时候我们互相都 各自有各自的工作 那我们就看到一个 一个商业模式 就是做那个投币式洗衣店 做洗衣店那时候会红 对 但当时那种投币式洗衣店 我们都只有在电影里面看过 对 那我们发现了这个机器 说就觉得哇 这太棒了 然后我就可以去上班嘛 然后下班回家 就是收钱就好了 对 就是你们两个人第一桶金 对 哦 开始存这样子的钱 对 那个时代真的 你们那时代差不多 你们是五年级生嘛 对对 OK 我看过两个人做投币式的 洗衣店发财的 真的 有时候涂地九孔 哦 一个就是你 很棒 对 那时候 那时候觉得在睡觉 人家都在投钱 对对对 但是也很辛苦啦 就是有时候 半夜有发生一些事情 就要赶快去处理这样 OK 然后后来两个 就觉得要开始创意 对 你们那时候还是要 回到所有餐饮 因为两个熟悉吗 对 就觉得我只会做这个嘛 哦 那个时候就是开始 就该做点什么了吗 先是做一间 呃 西餐厅 那那个西餐厅还有现场的演奏 就是吹沙斯风啊 两个人的梦想对不对 对 哇好美哦 各位要 各位餐饮的要注意哦 第一个一定会有自己的情怀跟梦想 对 你就想做那个餐饮店的公主 对 就是发欧式的那种感觉 那我一年只有休假 除夕到除三四天 那你做外厂还做那一厂 我内外厂都做 都做 那老公呢 老公就做外厂 做外厂做服务 对 就看一看到他就这样 OK 可是那很难赚对不对 那时候 那个时候算还好 我们都算是做很前面 所以都算是有赚到钱 哦 可是真正赚钱是这个麻叶茶馆 做茶馆 做减餐做茶馆 对对 为什么叫麻叶茶馆 听说台中人的很多集 集体人的回忆 我们修一下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要听餐饮界 台湾阿信的故事 就是我们飞花落雁的执行长 就是麻叶餐饮集团的创办人 叫魏信仪 Sandy 是 这个真是你这故事 我们要一边听 我们就看这个故事 怎么发展 怎么拍成戏 真的太台湾传奇 好 你们两个人就 就开始开餐厅 对 开餐厅 开一个很欧值餐厅 对 但真正的开始 开始赚钱是做那个茶馆 做泡沫红茶 在当时很 为什么叫麻叶茶馆 对这个很有趣 因为当时我一个朋友呢 从加拿大回来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 这加拿大的世界是 我没有想象过的世界 因为加拿大他去的那个地方很多人抽大麻 马尔瓦纳 马尔瓦纳 然后我们就哇 这个名字这太太特别了 我要开一家店要让人家上瘾 所以呢 我的名字呢就那个logo就是一个麻叶的叶子 大麻的叶子 然后英文就叫马尔瓦纳 可是你们是真的啊 那个有通过吗 你也知道都可以啊 那时候只有申请中文啊 哦 对 马叶 对中文就叫马叶 那我们当然没有大麻嘛 所以我们就用芝麻的嘛 可是很多人喝起来也很过瘾 对就觉得就上瘾这样 就是马叶奶茶 对对 第一次有人把这个芝麻放到奶茶里面去 哦 有申请专利吗 没有 就这样开始就专利 台中人是很厉害 很多创意 对 但因为真的很好喝 到现在已经隔了27年 我们还有客人对这个奶茶 跟我们当时卖的鸡腿 翻念念不忘 就减餐跟跟马叶奶茶 对对 听说是很多台中人的回忆 是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经营模式 就开始慢慢的累积 就对 然后就一直开 就开始一直开 一直开 到现在有这什么 什么一头牛 一头牛啊 八豆十斧 八豆十斧 听说你没有 这个一路以来 这个到飞花乐院的时候 已经是12个所谓的业态 对 21个品牌 是 就构成了麻叶餐饮集团创办人 你身上没有麻叶刺青 有没有 也没有 多好纪念 但这个麻叶就很有趣 当时很多 其实很多大部分的台湾人 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可是老外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老外有时候从外面进来 就会一进来就跑到八海前面说 他要买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就说我们没有 那很有趣 他就说 你一定是台湾 他说你一定不相信我 这个呢 我可以来这里工作 你卖我一点 这样 我是说没有 我们真的没有卖 对老外也觉得很多地方是卖麻的 对对 OK 但那时候我真的对这完全一点概念都没有 没有概念 就是对 有时候 有时候冲起来创意的东西是很难解释的 对 反正就是一路发展 对 然后结婚生子 生意是越做越好 对你开始有所的心得 对不对 你还是一直对餐饮界有这么大的热忱 对那因为就回到当时我在做学徒的时候 因为师父不肯教嘛 可是那时候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心愿说 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开餐厅 我要让我的这个员工不要像我这样子 学都学不到东西 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的教育训练 然后让这个透过不同开 每次开不同的餐厅 让这个员工的能力升级 是这样 OK 不过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这个 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飞花落院 我觉得他的故事也很精彩 对两人赚了钱 然后飞花落院是在台中的新社 对 海拔400多公尺 将近500公尺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去 有很多听众朋友没有去过 可是真的是 现在你如果带外国人来台湾 我觉得飞花落院是必访之地 因为真的很让人骄傲 很棒 这块地你们看到了 我当时经过很多年 后来就是在十几年前看到这块地 是谁先看到的 要开发这个地 是我老公先看到 他看到了 对因为当时我们就很喜欢往家外跑 那我们就一直在找说 有没有什么地方离台中很近 然后又可以看到很棒的view 这样 所以就那条人线 那后来找很久都找不到 那有一天我们实在是想说 已经找很久很久 我们就想要放弃了 他就开车上去的时候 看到那个我们的地主 他的这个外面的信箱 上面贴着要租 他就进去问了 这样 他一看就觉得地很好 对 他就哇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那个view 然后就把它租下来 你租出30年 30年 然后本来说花几年要整那个地 本来我们估计大概三五年就可以完成了 结果花了十年 十年 花了两亿 是 整一块地 对 整地很累 对 因为我们在市区开餐厅 我最快开一间餐厅45天 厉害 对 那看起来就很能干 奇怪 我说台湾女孩真的是能干 就很爱做 就觉得在工作里面找到成就感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而且小时候环境也不是多好 一路这样子 对 我就很骄傲 我从开始工作到现在 我没有跟家里拿过钱 然后就一直慢慢累积起来 这样子 你们家很早就不开你屋面了 很早就 我就不做之后 大家都想 我们也都想要出来上班了 OK 对 那这样说起来就是 后来从麻叶茶馆开始 一路就算蛮顺利的 对 到飞花落院的时候 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是 要做一个现代的这个 坏事料理餐厅 然后要有日式庭园这样的禅意 对 对 就在就 结果 那个一边整地 本来是四五年要开 后来等个十年 那心里不会慌啊 对 因为你到了三年的时候 你准备的钱 其实已经全部花光了 烧光了 对 烧光了 然后你就一看 连个房子都还没盖好 还是一片黄土 有个梦 对 然后就想那怎么办 都钱全部都砸进去了 总是要再拼一下嘛 所以我先生就负责工地 那我就负责在三下 继续再开餐厅 再赚钱 再赚钱 对 OK 就继续投入 就继续投入 然后终于在2021年 2021年开幕 对 钱也花了 也开幕了 对 就碰碰到COVID-19 对 就是啊 你 我4月24号开幕 然后5月16号 在COVID-19之前三天 还出现了一件事情 我们三下烧大火 对 大火之后还烧到 我们的露台上面来 我想说完蛋了 好不容易要出稳了 没想到又烧起来这样 这个虽然大火不好 但有人说做生意有点 不应该这样讲 对 会说会忘 对 还好 所以还好 也没有 也没有很严重的伤害 拖天之星 所以就还好 但没想到再过几天呢 就COVID-19 停业75天 那个时候你们两个夫妻怎么办 夫妻会没有这种事情 碰到这么大挫折 会不会吵架 或者很sat 其实已经过了十年 这已经不会吵了 因为前面更严重 真的有没有说 老娘不干了 或老 咱们离婚不干了 没有 从来没有 我们在结婚之前 就是说我们两个 不轻易讲离婚 这两个字 对 孩子也慢慢长大 对不对 这两个儿子 对 儿子有没有看到你们在整 焚花落叶的过程 有没有 我们开始开非误论 他们差不多开始 要准备出国了 其实日本读书了 那两个 对 所以开幕那段时间 他们都不在 OK 对 你们两个真的在做 非误论诺 有甚至是碰到很多挫折 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在山上 那天客人才问我说 他说为什么你们要盖这么久 因为是做营建业的 我就说因为在山上 你只要遇到下雨 他可能一停工 要停一个月 对 因为土湿的嘛 那怪手就进不来 所以有时候这一左等 右等就时间就过去了 我表现有兴趣的是说 你们夫妻会闹到什么程度 那时候又要 又要中这个 不会 我们就顶多了不起 几天不讲话 这已经很严重 对 就好 就放在工作上吧 对对对 就各自都很忙 所以就也没有时间吵架 不过我听说我们Sandy啊 我们那个魏杰 人家叫魏杰魏杰魏杰 你的个性是天生特别乐观 对对对 我就是只要靠到枕头 都可以睡着的那样 这是福气 对呀 这老天送我的礼物 这还有创业者的那个什么体质 你是睡睡很少 对 我可以睡很少 但我睡很好 一百五十几公分 睡睡眠 循环很好 对对对对 起来就有精神 对 这个我都不用 不用那个不用暖机的 对 可是看到自己的每些 你就爱做生意 把生意做好了 对呀 就经历对不对 看到自己开 自己也开心 然后员工在我们这里工作 他也感到骄傲嘛 那客人也觉得很好 就是觉得每天都很开心 今天我们广播 看不了全身 那那个我们Sandy的比例 真的很好 很小巨人 你有到飞花乐园 看那个在庭院里面 那个指挥乐 那个笑容 笑到现在还是不累 厉害 还是这么真诚 好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万一中 欢迎收听给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 麻叶餐饮集团的创办人 台中 我们的执行长 魏信仪 Sandy 就是飞花乐园的 这个跟他老公 两个人做创办人 飞花乐园 我觉得你们做到今天 很成功 很多人都去了 而且是一个 现代型的一个坏事料理 而常请的一些 国外的一些老师来 对对 民厨来 刚刚才做完一个民厨 对我们刚刚才做完一个日本的chef 他在同时在日本也在新加坡都有开店 对 很棒 请了好几个民出来一起合作 对不对 对我们去年是请这个金泽的纲目主出来 对 对 我觉得Sandy最棒的一点就是你一直自我学习很厉害 对 你在这个做飞花乐园过程中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上过江振臣的课 是 那时候他认不认识你 不认识啊 那你就在里面叫你笑容对他 对 对没错一定要的 你看这这样已经是在台中很有名的集团的负责人了 还要去上江振臣的课 他是我们的餐 我觉得他是我们餐饮业的偶像 对 不他真的回来还是明星期的 他回来这种真的是让台湾整个厨师这个行业 或者餐饮这个行业 现在说可以国际化这个江振臣没有话说对对任何行业需要明星对对不飞花乐园现在也是明星了真的也是明星我记得我记得有你有句话讲的很棒他希望飞花乐园成为款待世界的幸福餐桌对这句话很厉害对我们希望就是我觉得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打造一个地方其实不太容易那再加上我觉得要坚持让每一个每一次都把事情做好这件事情很有挑战的事情很有挑战 很难那我们却很享受在这个里面你如果给你一分钟要介绍飞花乐园的话你要怎么介绍这个餐厅呃我觉得飞花开始这么这么突然对你不是顺利员工人这样子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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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介绍一下他为什么可以你认为他是可以真的成为款待世界的幸福餐桌呃我觉得飞花乐园是一个很适合一年四季都来然后他在每天一天24小时都有不同的风景所以呢你anytime来都可以呃感受到不同的风景之外 我们每一个伙伴都把客人当作是家人呃这句话不是口号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开心你来到我们家然后想把我们最好的告诉你然后最好的料理让你品尝嗯风景人没有话讲了食物呢对食物就是你们你要如果介绍你们怎么介绍你们的我们的食物是随着季节改变一年出三次菜单在每一次三次菜单的同时呢我们还会加上三个不一样的活动就像是有日本的主厨来或是邀请国外的酒造来 嗯或者是我每年会有一次呃介绍我们所有台湾这个各个山头的好茶的茶餐会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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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厉害你看几句话就能讲到这个地步而且飞花乐园在这个十年之中在建造的十年之中你花了九年时间去学茶道是对所以你现在茶精神厉害的什么菜配什么茶就可以配尔文你自己都可以是负责的对九年时间研究茶道台湾的茶是很棒的了对因为我觉得台湾茶好棒 可是因为我们很多常常会从国外喝茶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呃透过每一次的餐会啊或是透过每一次的陪人来介绍台湾好茶跟这些制茶师的用心我觉得呃客人也很开心制茶师也好高兴我觉得他们也很骄傲说他们能被看见因为他们always是在这个品牌之后嘛台中啊南途对附近好茶对对对Sandy呢在那个飞花乐园有个小的阁楼啊他自己会在那边泡茶跟老公吵架的时候在那边 你的心意啊哈哈哈练一下茶练一下茶练心对呃飞花乐园做现在我觉得最精彩的是比如说我们想带我们来台湾的外国客人嗯包括我的新家来的话我就会想着让让他去飞花乐园让你没做他没做过台湾高铁老外也老美很土的了美国没有高铁哦因为他们距离都太远了没有也他们的公共设施其实美国的公共设施已经很差了嗯随着时代来讲他已经很差了他还只认为自己在每个人发展进步其实已经很差了他都做做军火了 他也没做高铁来的话他看看台中台湾台湾山台湾山很漂亮嗯我争取飞花乐园这个所有日本日式蝉饰的这样蝉味这样子的庭园要吃饭还有现代的快食料理还有你的服务他会很很很很我相信他会很喜欢amazing对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客人都带国外的可能客户啊或者是家人来那他们觉得好骄傲台中有这个地方对对对我连我自己都觉得很骄傲所以飞花乐园你已经这么久了 已经经营了从2021年开幕三年多了三年多了我们又说说你的外国宾客来对你们的感觉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我们有很多外国的宾客他说他走遍全世界这么多个地方他来到这里他居然会被还是仍然被这个地方感动嗯他自己都觉得很很不可思议嗯怎么会他已经走到全世界看过这么多这么厉害的不管是米其林餐厅或是很厉害的建筑可是他来到这里他觉得这里好有生命力哦嗯 嗯肥花乐园我这个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还蛮感动的所以我现在春天去过夏天去过冬天去过冬天去过对冬天也去过还蛮冷的我们那里碰到寒流对对对对那天超冷没有寒流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好对那个冷还蛮有意思那冷是很舒服是我很喜欢肥花论的冷是那种冷是比你头会凉凉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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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而且你的员工的这个服务啊你们有一个逻辑很有意思叫四个一样对是不是四个一样可我看白天只有三个一样 白天跟晚上一样那呃下雨天跟晴天一样那有人有人检查跟没人检查一样主管在或是主管不在都一样那意思就是说你不用特别做给主管看你也不用因为呃今天要来考试了所以你就特别做给考试看而是你随时都做你应该做的样子你虽然员工都是自己先因为从学徒开始对所以就自己都自己自己做对做给他们看对对对那笑容呢一样啊哈哈哈他们跟我一样 所以我们有一个店长啊那客人就说哎我怎么觉得你跟你们魏姐很像他说我是我们魏姐带出来的对呀我就说我刚还在讲我说我们的那个Sandy啊魏欣怡她的笑容是我看过服务业那种最有诚意的笑容真的很厉害那是很适合做服务业服务业笑容很厉害对这就是这是做服务业基本的特质嘛对你要喜欢这个行业你就会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笑容我就有一句话很重要嗯因为这话也可以很多现在因为台湾经过江城城 经过你们这些很多台湾那些餐饮的好手包括五百盘啊女性人不管怎么样这么多这几年来尤其COVID之后这几年来台湾餐饮业还蛮好的对所以台湾如果真的做观光餐饮还办得蛮重要角色所以很多年轻人我也做过料理之王的节目当然先比不过上讲黑白黑白大厨但是我们先我们先做料理之王的我看到一些形式的他我在你们前面有那么多了对话说回来就说如果有些年轻人要做这个行业我觉得有一句话很重要你要做一定要自己喜欢 伙伴骄傲客人欣赏的地方这个很重要啊你怎么想这个是你自己心里体会吧就自己喜欢伙伴骄傲客人欣赏对我觉得就跟做料理一样嗯你如果做的那个菜你都没办法让自己喜欢你要怎么让客人喜欢你的菜嗯那你如果做的服务你没办法感动自己你怎么让客人感动嗯对所以我觉得是从新出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像你们第一次开餐厅就开一种欧式的餐厅对对很过于理想也很漂亮等等等等 会我就后来也关了嘛对对但你也会因为会不会因为自己太喜欢而会有盲点会不会不会啊说法不但你就一直做对不对就一直做有成有败对然后对当然有成有败那我觉得在做的同时我很喜欢听客人给我的feedback不管好的或是不好的对我都说我常常也跟伙伴说不要觉得客人那是抱怨其实抱怨的人很少很少你不要因为一个人抱怨去影响其他99个人但愿意跟你讲的人他一定是为你好不然他大可不告诉你 就有人抱怨的时候你还是要笑容对对对对这很重要在我们看下就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好我们回来再跟我们飞花落叶的创办人我们聊下去啊大家好我是望远中欢迎收听该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台中麻叶餐饮食集团的创办人执行长魏信仪Sandy就是我们很有名的餐厅飞花落叶款待世界飞花落叶的老板 那跟夫妻两个人一起创创业一直到现在飞花落叶变成世界企的餐厅呃你自己本身我们刚问过你碰到挫折是因为的话碰到当然餐厅很辛苦了碰到挫折就说你因为你的个性是很乐观对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体质你有你觉得有那个entrepreneur那个创业者的体质所以两个小时就起来也行对对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的自我成长我觉得自我成长很重要当然这几年我就是做餐厅或做chef 做厨师做服务业来讲 这几年其实在台湾台湾被重视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在看做这个行业已经跟我们那个年年代不一样我们那年代就是人家说排断的嘛我是说阿奇 über就是一个比较低层的行业对 Stanford 这个是一个比较低层的行业对端盘子的 那我觉得现在不一样 那我也常常跟伙伴说你要有自信你就能够尊重你自己你当你尊重自己别人就会尊重你那你要怎么有自信就是要学习你有底气你就有 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自信的眼神 去告诉客人 可是你的要求很高 像你们那些服务生 每个人要念 要熟背 而且要知道 所有食材的前世今生 都了解 而且你看 你这个菜色还经常变 他们都要背 而且要讲的 不像背的 要真的感情去讲的话 有灵魂讲的话 不是各位 你要吃这个东西 我们从西伯拉雅 带回来什么东西 你们就没 不行 你就要训练这样 那现在餐厅的员工 真的很不好培养 而且你说国际型的 你还希望能够帮台湾争光 那对员工怎么训练 怎么把他们下来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因为一开始 我们就把标准定在那里 所以后面的人 就会跟着这个标准做 所以他觉得他跟不上 他反而会回去自己多练 已经变成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 也许大家都说 现在年轻人 怎么好像都不学习 其实不是 他只是不想让我们 看到他这么努力 但是他想要让你有惊喜 就他做出来的时候 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是这样子吗 我们的团队已经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气氛 气氛是他不能输人家 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弟弟 他才20岁 然后他大学的时候来打工 做没多久 他回去跟他妈妈说 妈我想要休学 然后来公司做正职 这样 他问他妈妈 他妈妈就说 好啊 如果你想好了你就去 所以那弟弟超级认真 他才不到20岁 然后他就跟着大家一起背 一起学 到现在他可以把客人 逗得笑哈哈的 OK OK 我看了我看了一下 我每次去我觉得有些 就是服务很久的 还在那边继续做 对 您配应该会比别人也高一点 也高一点 因为在山上 对 所以这是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从 从高姐下来到新舍山上 飞花落叶 大概要40分钟 对 山上餐厅又跟平地餐厅不一样 对 但是还要保有这个理想 经营上也不太一样 是是对 所以要想很多方法 对 那去服务的人 也要以飞花落叶为骄傲 是是 所以也因为他们知道东西很多 不管是每一棵树的名字啊 然后这夕阳 什么季节的夕阳 太阳在哪里落下来 或是每一道菜的前世今生 因为客人会觉得 奇怪 怎么来你们这都考不倒 你们都是怎么学的 反而客人会因为很 很喜欢他们发自内心 知道这些这么多东西 然后会觉得 很想要带朋友来看说 我认识的这个服务神 这么厉害 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小朋友 小屁孩不一样 那他们也会从 因为客人的肯定里面 得到成就感 你对这些服务特别有 特别好 而且特别 怎么讲说 特别上进的员工 一定有相对性 长久的鼓励吧 对 除了配额比较高一点之外 就是给他们精神的管道 然后让他们多 我们上很多种不一样的课程 对 然后包括我们很多员工 拿这个葡萄酒的认证 清酒的认证 所以客人就觉得 哇你们就 茶的认证现在也有 对 你们就是一个服务生而已 为什么会学会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循环 让他们有进阶的可能 对 那你会 你们是个集团 你们餐厅这么多 对 会轮掉 会轮掉 让学很多东西 有一天他们很可能会成为 你们某个品牌的manager 这样下去 或甚至他可以出来开店 那公司来投资他 这是我希望 未来可以是这样子 好有野心的微信一页 Candy OK 然后说到你的自我成长 你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我说你已经做集团了 还是跟江城 站成去学课 对 等等等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你来讲 你一直都是有一个精神在学东西 对 就是我觉得以前啊 就是当我还没有开始学习之前 我觉得我的事业就是在工作 就是我上很多课程 除了除了Chef的课 江主厨的课程之外 我上很多比方说经营管理啊 还有做内部讲师的课程等等的 那去上NBA啊什么东西有吗 没有 对 然后上很多课程之后 你就觉得 这个世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那我就很想要把世界带来带给我的伙伴 可是我不可能送每一个人出来上课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餐厅 我们办了快20场的签书会 然后邀请各个畅销书作家来讲他的书 然后透过这些来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世界 飞花乐宴办活动应该是蛮棒的 又有庭院 然后里面又可以办很多文艺活动 三不五十 我觉得那些活动 我还跟你讲说有些许方一路 明年应该可以办一个表演的餐会 非常精彩 飞花乐宴这名字谁取的 这名字是有一天呢 我跟我先生两个就是在想说 到底要取什么名字好 在山上又想要有意境 拿着50都要对字 谁想取的 然后飞花乐宴就想 没有没有 看了一本那个唐诗 然后他就翻翻翻翻到 他就先翻到那首诗 唐朝书庭写的 山翼弦沃吉士 他就说你觉得这个诗怎么样 我就说好这个好 他就说那这四个名字 这四个字飞花乐宴呢 我说哇就是他了 因为他有画面 有动态有静态 然后有飞上去有落下来 然后就就觉得他应该就是这里了 不过我们Sandy是很有灵性 就是这个我觉得你做事 做人做服务 做很有灵性 最重要还是你喜欢 你喜欢什么 因为你知道现在 不管做餐厅也好 还有我说台湾阿信 从做学徒开始 一路这样上来 然后你一定做的又是现代 又整个飞花乐宴有日式的产意 你是又喜欢茶 你自己的人生产意出来没有 没有 我就是喜欢工作 我喜欢在工作里面找到成就感 对啊 你的成就感是什么 是当然赚钱是一个 对 还有就是伙伴的成长 就是他们真的 他们真的就是很骄傲的告诉别人 他会这些东西 我会觉得很骄傲 你跟一个跟个书院一样 对不对 就是跟个飞花乐院 或很多你的餐厅 像个书院一样 希望这些孩子 你就像孔子一样 希望他们比你更厉害 那以后出去 变成你的竞争对手 如果不是他也会是别人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不要让我们自己人出去 对 为什么不让自己人出去 想了一下 不是 我养到舌头 OK好 有胆士 有这个大气之度 不会 因为不是他也会是别人 所以不用怕 我们要把自己做得更好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我也是这样子 我也是带了很多新人出来 目前幕后 也是经过这些很多这样子 到了一个阶段他们就走了 那你还趁着面子 好出去 我们开这山野 希望你好 可是后来觉得 人生就是如此 你就是来做这样的事情 不用去care那个 对 对对 任何事情 飞花落月 我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岳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台中 麻叶餐饮集团的创办人 魏信仪 Sandy 也是飞花落月 大家很知道 这个国际型的餐厅 在新社的山上 然后的创办人 17岁的时候就有梦想 要开个很美美的餐厅 20岁就开始跟先生 就开始结婚 携手创业一路 我说 很多人说你是餐饮界的台湾阿信 我是说你是台湾 这个笑容 台湾服务业最强的笑容 你现在生了两个儿子 国中的时候就送到日本去 他们也是学什么东西吗 老大是学设计 对他喜欢画画 那老二学AI 因为他喜欢玩手游 就是他们自己选择 他们自己选的 然后呢 你自己是家庭环境 就是卖牛肉面 然后自己做学徒 一路就高中毕业就开始 一直闯 老公也是实业派 你们是实业派的entrepreneur 所以对孩子的教养 其实要有一番功夫 因为你们两个也忙 孩子要送出去 虽然是儿子 但是也是要盯到这孩子 整个在日本怎么发展 那时候送日本 不送美国原因是怎么样 是比较近 觉得比较近 就觉得我如果放假三四天 我就两个小时飞机就到了 对 谁知道 没有谁知道 送出去之后就疫情 三年不见 人算不如天算 但是基本上男孩子 男孩子其实也不好管理 不过日本好一点 不像美国 但因为我们从小 他们从小二年级 他们就出去 夏令营就是一个礼拜的 我就觉得让他们 可以自己独立 这件事情应该 对他们比较有帮助 什么意思 这两个就自己 就参加夏令营就出去 一个礼拜这样 小学二年级 男孩子还好 对 男孩子还好 就打电话回来 哭一哭就好了 对 不过你们两个算忙的 对不对 对 那怎么带 你们两个实业家算忙的 那孩子 但我从小从他小时候 给保姆带 我每天都带回家睡觉的 对 然后早上再送他们 去上学这样 那你要很有经历 还是要盯着他们盯着很紧 就从那时候养成 所以就可以睡少一点 你有一套 对他们用钱的年度 预算管理的方式 对 这个可以介绍很多 收音机 或者是说这个 我们看影像 YouTube这些父母 对 还是金钱管理 因为那时候 他们要出国去的时候 我就开始算说 他每天交通费要多少钱 然后我给他多少钱吃饭 多少钱零用钱 那算完之后 因为我们不会常常去 所以我就告诉他说 每天的费用是这样子 反正一个月多少钱 我就给你 那如果说 你要做别的东西 就什么东西 就省一点这样 那我老大喜欢看电影 所以他为了要去看电影 他可以一天 中午就只买一个苹果 他就去超市买 那个打折的苹果 他就说 他一个礼拜都吃那个苹果 他假日 他就可以坐车去东京看电影 这样子 对 不管怎么样 就这么多钱 反正就这么多钱 但你不会像 不给他特资费 他说妈 我还有一点特资费 特资费 他也没有要过啦 我小孩子 他就觉得 我说这样就是这样了 不用商量 你是岩母吗 我是 虎妈 算是 对 儿子不好带 还 他们两个都算还好啦 还行 对 他一定要看妈妈跟爸爸 两个很辛苦 怎么样 他会先看妈妈 对 为什么 因为妈妈比较凶 哈哈哈哈 我都常跟我员工说 我说 我耐心都在公司用完了 回家就没有耐心了 通常都是这样 对 对 可是孩子还是 你就带的还是很好啊 他们就用这样的钱 对 绝对不多一毛钱 就是就是给他 也没有 对 就这样 就这样 对 哇 其实我一直要说儿子不好带啊 在现在这个环境 可 我觉得也很可 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就他们国中就开始住校 然后高中就出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在一起 所以就没有时间吵架 你是跟孩子 对 跟孩子 因为他们回来都是假日嘛 所以没有时间吵架 OK 对 OK 你这 然后老公也是一样 两个地方一直创业 创业过程中 我们刚才讲过了 虽然有摩擦 但是还是要把事情做好 对 就这样子 就这样 就这样 对 你这个 麻叶餐饮集团 接下来就继续的发展呢 接下来我希望就是能够开在可能会我今年会再开一个新的品牌 那开了电子又开新品牌 好厉害 那我觉得开了电子我希望接下来就是我的主管都跟我很久了 他们也都很成熟 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接着往下发展 而不是都是靠我们这样 你这个品牌可以透露一点吗 是做什么样的这个夜象 什么样的 呃做 要这么快透露吗 可以不讲 你的笑容快讲 对 很少拒绝你的笑容 那所以可以不讲 可以不讲 对不会逼你 不会逼你 不会不会 我们要做的新的品牌呢 他会把这个烧肉换一个方式来呈现 那我做的是牛排 然后会有一个酒吧 哦 对 台湾的餐饮业 现在当然我就刚说很多年轻人呢 就真的开始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可以说 可是有些只是你们是做一辈子 有些只是做一下子 对一下就被打垮了 或者是一下就过去了 对因为就是 这个平衡怎么样跟我们讲一下 可能有些人觉得很重要 对 呃我觉得就是一直挑战嘛 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啊生意不好景气不好 我们就应该不好 对我常常跟我 我同仁说我说 呃即便现在景气不好像现在这样子 可是一定还有很多店在排队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努力一点 嗯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努力 嗯 那对任何努力都行 就是用到最后一刻没有力气为止 对啊 因为现在的国旅就是国内旅行人数变少 很多人就日本比较便宜了嘛 对对那日本吃也不贵啊 除了你饭店比较贵了 对等等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所以就会国旅会有点 可是你就认为怎么样都可以突破 一定可以 这是你长久二十几年的经验 对对对对对 厉害 像是拼了 太厉害了 OK 我们也非常高兴 请到我们飞花落叶的窗榜人 我们这个 麻烟餐饭集团的卫星 Sandy OK 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伟宗哥 谢谢 台中卧湖层了 谢谢谢谢